哎 鞭子鯉鱼 金鞭的鯉鱼十块钱三斤 便宜卖了 快来买 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从现在开始 都给我滚 是你家地盘啊 凭什么让我们滚 都他妈给我滚 哪来的漂亮小妞啊 身材真好 哥哥是屎屋爷的人 跟了我保你容华富贵 你说的是鱼贩子出身的那个 兰陵王楚青山吗 没错 还算有点见识 我大哥今晚要请大人物 只要你把我赔爽了 我可以考虑 带你见见试试面 小子 我刚刚说清场 没听见吗 我劝你马上给我倒上 我不跟你记下 我耳朵是不是龙了 真是无知者无畏的 他妈的 又弄死他 呀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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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青山的手下 为什么会跑来惹我 敢对楚少爷不敬 好大的胆子 放开他 放开了 小子 你这是在玩火 是又如何 回来 好好好 我纵横南陵这么多年 从未有人敢在我面前如此嚣张 你是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是吗 那可不一定 真是肆无忌惮 目中无人啊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从这跪着过去 今天我留你一条命 楚青山平时就是这么教你们的 我看他这南陵王的位置 待不住啊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对楚夜不敬 楚夜贵为南陵王 全是滔天 更是可以直面 护国神殿的那位大夫 惹了我 向前你还有一丝活命的机会 惹了我楚夜 在这南陵 没人能护得了你 是吗 就算他来了又怎么样 拦惹楚夜 费了他 住手 属下拜见主人 南陵王 古青山 拜见金神 楚夜 你怎么能给他下跪啊 楚夜 他 他是谁啊 你怎么闭嘴 先生 你的人 是 是我的人 下次 好 要是再被我发现 你知道要怎么走 属下明白 好 那就罚你南陵王 向贫困山区将一本地 认罚 属下认罚 属下认罚 好 我 你什么呀 干嘛呀 要死了要死了 网瑶又打游戏呢 我找到你的子凡哥哥了 真的 他在哪 就在南陵 不过你的子凡哥哥看起来很不一般呢 连南陵王都要辅守着他 那是自然 他可是我的子凡哥哥 能是凡人吗 哎好了不说了 我现在就备车 去哪里 我隐退三年 四镜八荒 没有移动 回主任 自从三年前 您展落了四镜八荒的百位高手 就再无人敢冒犯我大侠 只是最近南荒的一组 有些不安分 犯我大侠着 他无数 属下明白 属下这就去办 重启龙鹰山庄 点燃圣火 汗四镜镇八荒 草草天下 敌军回归 平凡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你去安排若雪 跟我一起点燃圣火 先生 您这是要为林家造势还是 不必多说 你去办就是了 好 明白 告退 主任 这些年 您为了维护林小姐的自尊心 暗中帮助林氏集团 使其成为南陵的商业支柱 林氏集团的崛起 您付出了 好了 不要说了 多年前 我被林江河所救 尊妻一言取了弱血 是时候告诉她 我的身份了 喂 妈 你死哪儿去了 赶紧跟我裹回来 主任 她竟敢如此 啊 签了吧 啊 你这是什么 我什么意思 你在我林家白吃白喝了三年 我们也算对你人之意尽了 难不成 还想让我们弱血养你一辈子 就是 还想赖在我们林家 做什么做 赶紧签字滚蛋 让我签字可以 让若雪来亲自跟我说清楚 想着美 这点小事 若雪是不会来的 小事 若雪她不来说清楚 这次我肯定不过签 多谢合作 周公子 我还有点私事 我先走了 适合你那个臭卖鱼的老公吗 这是我的私事 周公子 若雪接手林氏三年 就让摇摇欲坠的林氏 立足于商业之巅 而你 就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 一无是处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谈条件 那你可是 她今日的成就 靠的是谁 靠的是谁 当然是我弱血 冰雪聪明 能力过人 难不成 靠你也有了今日的成就 没错 她靠的救助 就是因为我 才得到了土星山的大力支持 还站在了这南陵商店 还费什么话 赶紧签了吧 滚出林家 一股子鱼心弯 滚着就恶心 我说了 若雪不来的话 这字我是不会签的 以若雪现在的地位 还用得着她出面吗 我们若雪就是心善 给你面子 叫你过来 你别不得好难 跟林若雪在一起三年了 三年婚姻说散就散 她连面都不愁 看林若雪现在真是不肯保不安呀 许子凡 你别给脸不要脸 给脸不要脸 她林若雪不来 我是不会签 不过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干嘛要搞这么苦 微不足道 这就是你对我们三年感情定义是吗 你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要不是我爸逼着我嫁给你 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跟我说话 这里是两百万 林若雪 你我之间的感情就只是两百万 嫌少 好 你说个数吧 你现在眼睛里除了钱还有什么 跟你这个废物 不谈钱谈什么 谈感情吗 自我介绍一下 南陵商界十大杰出青年之手 周家 周成 自我介绍一下 南陵商界十大杰出青年之手 周家 周成 没听说过 你一个臭麦鱼仔 没听说过当然正常 对了若雪 明日龙吟山庄重启 特邀若雪 与那位盖世无双的帝君一起 共同点人圣服 天下第一庄 龙吟山庄 大夏之巅 火锅神殿 帝君 你是说 帝君邀请我一起点燃圣火 不错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从褚爷手里拿来 若雪 你得好好把握住 哎呦 周上 还是我们周上 手眼通天 看看 这就是实力 是你和我们之间的差距 这张邀请函 分明就是我们让胡青山给若雪 哎呦 我我我我 徐子凡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林若雪 你我之间的感情是一张邀请函就可以定义的吗 况且还是我让楚青山给你的 徐子凡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现在马上离开这里 既然你林若雪笃定这一切都与我无关 和我划清界限 那我就慢走 记住你们林家今日的所谓 永不后悔 族人 南陵山会会长江海鹏 想在明日圣火仪式能见你一面 南陵山会 是的 江海鹏这些年也算是尽职尽责 好 答应他 林小姐已经跟您离婚 那明日圣火仪式 确认 我很期待明日的冲 若雪 今天来了好多大人物啊 是啊 今日来的可都是在南陵称霸一方的世家权贵 尤其是那三位 他们是南陵金字塔最顶尖的存在 他们手握着南陵商界所有人的经济名脉 那南陵王呢 楚王卧的 是所有人的生杀大权 哟 林总 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龙吟山庄的客邀嘉宾啊 哈哈哈哈 林总 以后可要多多走动啊 林总可知 以前这名不见经传的龙吟山庄 最近为何被誉为天下第一床 这山庄的主人 虽然是 楚爷 但山庄真正归属 可是那位举世无双的第一 周少说的帝君 可是传说中的护国神殿帝君 不错 试问整个大厦 有几个帝君 难怪啊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南陵王 会对此事如此上心 这废物来做什么 徐子凡站住 谁让你来这里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 你一个臭麦鱼的 有什么资格进入龙吟山庄 徐子凡 今日来这里的 都是南陵赫赫有名的达官权贵 你不该来这里的 这满城权贵 皆为我而来 我若是不来 岂不是让你们大失所望吗 徐子凡 你现实一点好不好 你不要再天天做白日梦了 原来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副面孔 这也不能全怪你 毕竟今日在场的每一位 都是他毕生无法触及的存在 一时鬼没心窍罢了 行有可原 徐子凡 今日南陵权贵汇聚于此 就是为了重启龙吟山庄 为了迎接这位大人物 这圣火一旦重启 就容不得凡物了 你怎知 我就是凡物 你又怎知 尔等不凡呢 放眼天象 这圣火 非我不能证 大言不惨 你可知这圣火 有我南陵百家之名 有我百家权贵的心血 岂能容你亵渎 南陵百族 好大的阵长 在我眼里 只不过是一群臭鱼乱虾吧 你 哼 纵观前场 哪个不是世人景仰的豪门巨骨 哪个不是上流权贵 一个品行卑励 身份低贱的下当人 在我等夜前口出狂言 是要找死不成 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徐子凡 你听我的 现在赶紧下跪 道歉 或许他们会看我的面子 找你一条胜利 下跪 道歉 给他们 还是他们 问问他们 受得起我一拜 皇王 我这朔丰国际总裁 受得起 北城朔丰 张海丁 以皇帝产发奖 人称南陵皇王 算识相 你不配 鼓入了血 你 照你这么说 我副家也不过格了 副家 老姨被抗霉抗大 曾经也是男女的手 可现在已经破产 不过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确实不配 徐子凡 草子吗 我弄死你 洛雪 这废物要是再闹下去 连累到女孩怎么办 徐子凡 你闹够了没有 我知道离婚这件事 对你刺激很大 所以你怀恨在心 爬来这里捣乱 但识问在现场的哪一位 你得罪得起 你不要再自取其辱了 好不好 林柔雪 是不是我把你跑得太高了 以至于你至今不知道自己的地方 今日 圣火一世 若不是有五妖精 觉得你现在能站在这里吗 徐子凡 这辈子跟你离婚 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现在下定了 未免也太早了 你要干什么 快滚下来 圣火台岂是你这种逼贱之人踩踏的 这本就是为我而计 我踩了又如何 你是在找死 徐子凡 你快下来 现在后果还来得及呢 林总 虽然你是特要嘉宾 可若你再为这狂狂说话 别怪我们翻脸了 这圣火 是为了迎接帝君 这顶 是我南陵百族的荣耀 这火 更是我们百族的希望 这火 非举世无双不能燃 非九天真龙不能燃 这火 是我整个南陵的信仰 非 非我 不能燃 混账东西 还敢口出狂言 这山庄 为我而起 这顶 为我而尽 这火 若是我不顶的话 怕是要辜负你们这一颗想朝拜我的心呢 我承认 神州大帝盘龙卧虎 看不起我们南陵世家的 有 但是说我们所有人的 是第一个 徐子凡 你看在我们夫妻三年的情分上 离开这里吧 不要再连累我们临江了好不好 混蛋 还有点燃顺火 你给我滚下来 是要给整个南陵 找之灭顶之塞吗 拿开你的脏手 这圣饼 岂是你能燃之 你知道帝君 为什么说万人警仰吗 为什么 当年荒域派百民高手 又要颠覆我大下国土 帝君浴血奋战 斩伤百民高手 护我大下周全 圣君特意封其为 护国神殿帝君 此圣顶 就是专门为他打造 就你这脏手 怎么陪碰他呢 可笑万物 为除口 谁为妇与谁翻玉 我今日就要让你看 我这双脏手 到底有没有资格碰着 见来 圣火昭昭 耀日广广 九天玄火 以剑引之 完了 完了 圣火被这个废物点燃了 这下帝君怪罪下来 可怎么办 徐子凡 你这样快看死我们林家的 虽然我们离婚了 你心中有怨 但你有什么问题就冲我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我本想要你一起点燃着圣火 给你林家一事主要 和你 动了 徐子凡 这圣火本来就是给帝君准备的 却被你这凡夫俗子点燃 你这是死不足惜啊 完了 完了 若是帝君知道 圣火被一个废物点燃 必定会降下雷霆怒火 我等 并会受其牵连呀 你们视为神明的帝君已经来 但儿子 还不配让我动 死到临头还在大言不惭 帝君岂是你这种贱民能冒充的 还不会真是帝君吧 副总何意啊 刚才大地颤动 飞溅而入 天井圣火 不是帝君大人 谁有此能力 我看 不过就是些江图骗术 副总怎么能被这些 小把戏捕中 周少 所言极是 差点就被这个废物给骗了 若雪 这个废物以你的名义闯祸 恐怕以后整个南陵 再无你邻家如身之处 周少 你一定有办法的 对不对 你可不能不管若雪 帝君杀法果断 雷厉风行 眼里容不得沙子 不过 在帝君来之前 若是这个废物能下跪道歉 兴许 还能平息帝君之怒 好 徐子凡 你现在立刻 马上 对手 道歉自财 或许帝君能够谅解你 让我们林家免受牵连 我这双土 向来 为天 为地 为父 当位子为我做 我倒是想叹 可是在这小小的南陵 风太小 吹不动 火太小了 烧不到 我一低身 独等于犯 你们 可以吗 嘿 嘿 哲如楚爷 冒充帝君 还真是嚣张跋扈啊 诸位 此次胆大妄为 目中无人 口出狂言 你们可愿意 与我一起联手 共同断此次生路 清风集团总裁王德发 愿 乱此小子生路 我说风集团总裁张海亭 愿 断此次生路 好 我春国 愿断此次生路 鸿蒙 能叛动泰山 还有我李家 我白家 还有红家 红家 看到了吗 这就是权势 这就是你这种低贱之人 一辈子都接触不到 上 如设 上如设 在我眼里 又很不知 许子凡 你能不能忍心现实啊 在场的各位 哪个是你得罪得起的 就认个错 道个歉 就这么难吗 让我低头 让我认错 他们可以吗 在我眼里 你们接受的无几 真的是无药可救 来人 先把他的腿给我打断 让我来看看 敢与整个南陵为敌的骨头 到底有多意 鼠目蹭光 落井观天 以而楼椅之躯 岂敢和五主正式神威 海月 拜见主人 小子 哪儿几能演员 还挺专业 你该不会 没有告诉他们 我们的身份吗 楚青山没来之前 我就坐在这 若是想让我自裁的话 就看各位的本事了 混账 你给我滚下来 小子 你现在坐的位置 象征着我南陵权贵的罪天 非万人之上不可坐 非帝君大人不可坐 你竟敢变无此坐 大厦之内 再无你容身之处 你怎么就知道 我不是你们口中说的 那个万人之上 放肆 你算个什么东西 别敢说自己是 至高无上的帝君大人 看你这心口开河的样子 私下一定练了很久吧 为了这一刻 你应该是下了骨弓的 好 我今天就让你好好演 美女 你当真要为了这个废物 自寻死路吗 自寻死路的是你们 好好好 你还真是一根筋 别怪我没提醒你 就是因为这个废物 它一无是处 所以才被林家扫地出门 现在 不过是为了他那点 所谓的尊严 来体现他这点 丝丝巍巍巍的价值 你这编故事的能力 倒是挺强的 别哑了大哥 你以为 你那拙劣的演技 大家都看不出来吗 哈哈哈哈 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林洛雪 他随便一句 你就对他深信不疑 我们在一起三年 这样子对我 你这窝囊废 你真是能狡辩啊 林家白白养了你三年 若雪在你身上浪费了三年的青春 你对得起林家 对得起若雪吗 该说对不起的是林家 他林若雪 若雪啊 你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找的好老公 住口 你们有什么资格 誓责我们家主人 难道你就只会躲在女人后面吗 十五年前 我因为你父亲的一次失手 狗活于乱世 三年前 我因为报恩 你结婚 舍弃了一切荣华富贵 到头来怎么样呢 只是这最后一步 你林若雪走错了 你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 我已经在尽力帮你了 你到现在还得罪大家冒充帝君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才罢休啊 你何必说得如此冠冕 归根结 你就是怕我耽误林家 耽误你你若雪 你 林总 见人家不领行 你又何必为难人 浪费你蛇呢 更何况 今日 他已经触犯了帝君的神威 放眼整个大厦 又谁能保得了他 没错 林氏集团 现在已是南陵的商业支柱 林总啊 你未来可期 断不可因为感情 而耽误了大好前程 林小姐 当断则断 不断则乱呀 若雪 这个废物切了心的要害你 别再为他生气了 谈言害人呐 你们这么好心 那我就满足你们 通知楚吉山 三分钟之内要是到我 他这个南陵王的位置 我不用再做 明白 装得还挺香 死到林桃还不自知 我看你还能装多久 今日 你一个小小王家 何出此言 海月 万事不利 属下知罪 南陵王家 张家 父家 霍传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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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许子凡 你从哪儿请的演员 下次我也找个玩玩 南陵王 楚清山道 恭迎楚爷 楚爷来了 你的下场会更凄惨 是吗 那我拭目以待 你们刚才都做了什么 回楚爷 就是这个废物 死点圣火 冒充帝君 还折入楚爷 引起重怒 我这就安排人 把他给做了 真威风啊 南陵楚清山 楚爷 楚爷 楚爷他是怎么了 如下来迟 请先生责罚 你要是再来早一点 我可能就见不到 你这麾下 是如此威风的样 先生 此时罪责在我 我会尽全力 给您一个交代 若请先生上座敬官 这座 非万人之上 非你楚清山不可坐 我要是坐上去 只怕会引众怒啊 先生 惹上我了 我看谁敢 楚爷 这是个误会 冒出帝君 折入您的人 是他呀 楚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得到您的人是他呀 你这是在将我做事啊 我不敢 楚爷 难道就是你们这个废物 才打我 楚爷 他就是个臭卖鱼的 你一定搞错了 注意下 向徐先生道歉 楚爷 你疯了 这就是个臭卖鱼的 他一点背景都没有 我可以作证 他确实没有背景 而且已经被林家 扫地出门了 楚爷 我和徐子凡已经离婚 他和我们林家 再无关系 你确定 你跟徐先生离婚了 我确定 我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宣布 从即日起 林氏集团 所有跟南陵商会 合作的项目 全部终止 楚爷 这怎么回事啊 我没有得罪过您 而且我跟徐子凡已经离婚 这到底是怎么了呀 你们林氏集团 之所以三年发展得这么迅速 全靠先生的支持 包括你今天能站在这 也是拜先生所赐 这不可能 林家能有今天 都是我辛勤的付出 我能站在这 也是获得帝君的同意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林若雪 你也太高看自己了吧 你们林氏集团三年 能发展成这样 还有南陵商会 这么好的资源 全都送上给你们家 你以为是你呀 完全是林先生 给你们扶持 不可能 他就是林家的一个坠绪而已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这不是真的 徐子凡 你到底是何人 我是谁 很重要吗 重要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林若雪 我说 我暗中扶持了你林家三年 你信了吗 我说你林若雪 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 你信了吗 我说这一世 就是为我而办 你信了吗 你心中的成剑 就像一座大山 这凭我怎么努力 也搬不住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这是想到 想要万人敬仰 想让人尊重 这就是你林若雪想要的 若雪 你别被他唬住了 别在这里强词夺理了 若雪这些年 对林氏所做的一切 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你说的不错 若他真的是帝君 那你林家 倒就飞黄腾达了 何必等到今日 你们这一群 蜀木寸光 头脑简单的东西 像你们这蝼蚁之丝 岂是帝君所虑啊 林家之所以三年时间 才走到顶流之上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先生 想让你有参与感 是为了保护你那 可怜的自尊心 好了 多说无意 事已到此 你林家的恩 我徐子凡报完了 从今以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活走我的独木桥 再不挂了 太岳 是 我们走吧 站住 想走 怕是走不了 周成 你好大的胆子 诸位不必震惊 南陵王的位置 将来都是能者居指 他楚青山懦弱 居然帮助一个 不明身份的废物 来打压诸位 周成 他娘的显造讽了 这周家少爷 该不会是疯了吧 就是 敢直面挑衅 楚爷的权威 你周家 虽说在南陵百族中 实力最为雄厚 但丑爷 韩聚南陵多年 实力岂是你能撼动的 不知诸位 可听说过龙门总督 龙门 赵玉龙 不错 正是有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之用 号称真龙的赵玉龙 赵 龙门令 龙门令 龙门总督令在此 建此令如建总督 还不下跪 参见总督 你们 你 诸位请起 虽说他楚青山 在南陵势力薄 在赵总面前 狗屁都算不上 巧了 我就是赵总奴的外甥 没想到 周少竟然是赵玉龙的亲外甥 不错 今日 我写此律 各位 是否愿意同我一起 共掌南陵 我王家 愿追随周少 共掌南陵 我张家 愿追随周少 共掌南陵 我白家也愿意 我王家也愿意 愿意 好 诸位请起 楚青山 看到了吗 在绝对实力面前 你连两口都算 本来想 让你在南陵 多坐几年 未知 可没成想 给你机会 你不住用啊 现在 却帮一个 卖鱼的废物 我宣布 即日起 南陵王 一主 你 怎么样 行 好好好 周长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坐我这个位置 楚青山啊 楚青山 你真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 你可知 今日你愚蠢行为 将你半生打拼之鸡业 一招葬送 风流云散 今日我百族联盟 再加上周上 阁下该如何面对 我一生荣华富贵 都是徐先生给我的 区区南陵王之位 算得了什么 只是如等臭鱼烂虾 还没有这个资格 让我退位 是 我舅舅可是龙门总督 无论是实力还是财力 都源源甩你几十条街 你难道 想与我 与南陵百族抗行吗 楚青山啊 楚青山 你这南陵王当得也够憋屈 这么小的事都处理不好 你是想让我替你擦屁股吗 先生见笑的 还请先生上座 让属下来处理 我还没有见过如此狂妄之人 楚青山他都自身难保了 你还敢做这个位 先人之下我无敌 泱泱大下 从未遇到最初 真是笑死人了 笑吧 恐怕以后你也没这个机会 喂 什么 公司被查封了 什么 账户被冻结了 我已经给过几回 而你们呀 却不自知 徐先生 我等于我也不是真龙 还请先生高台退手 高台退手 徐先生 我王家 愿奉七成的家产给您 请先生给我王家 留条生路 我张家也愿意 奉上公司七成股份 就先生 放我张家一条生路吧 等等 先生 停停停 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笨呢 一个诈骗电话把你们骗着了 你好好看看 诈骗电话 还真是诈骗电话 你们试刷我们 既然你们三家这么自信 好 那就赵家 王家 顾家 一定除名 是 死到临头了 还真以为自己有什么大身份不成 你们都他们错了 徐先生 要灭你们三家 那一如反掌 原本只是想给你们点教训 不过事已至此 你们三家 留不住 靖山 以前大家给你面子 称你称爷 现在 泥菩萨过河了 你还想维护这个大言不惨的废物 语次对先生不敬 真怎么着 靖山 难道你真要为了这个废物 和我南陵百家为敌吗 南陵百家 南陵百家 也配合徐先生相提并论吗 南陵百族联合 足以让整个南陵大力颤抖 想疯压我们 绝无可能 我唐婉瑶的未婚夫 疯压你们南陵有何不可 徐子凡说唐婉瑶的未婚夫 是苗疆唐家选中的男人 现在够资格了吗 苗疆唐家 难道就是有着天下第一刀之城的唐家 相传 苗疆唐家势力 遍布大厦各行 极其恐怖 没想到这废物 居然跟这种庞然大物有关系 这是七星匕首 还请徐先生收下 七星匕首 可统领 大厦百万苗家军 你是圣女 你是 我是你的未婚妻 洛雪 她不会跟这个女人 未婚妻 你凭什么说你是她的未婚妻 据我所知 林小姐好像和我的未婚妇 已经离婚了吧 我说什么 好像和你没有关系吧 一个刚被扫地出门的废物 倒真成了你的抢手部 我看你啊 还真是个圣女 你干什么 你就是陈婷吧 我查过你 勾三大四水星羊花 到处给别人做小三 还在这里阴阴狂吠 怪不得 出青山不惜得罪 我们南陵百家 也要护着呢 这下 近日再也没有我们王家立足之地了 先生 我们家输了 甘愿先生处罚 我等任凭徐先生处置 好 既然如此 那就给你们一个熟字的机会 你们三家 每家掏出三百亿 作为慈善资金 你们可认 我们认罪 我们认罪 徐先生 此处太过于嘈杂 可否借一步说话 好 正有此意 这位姑娘 你有我可认识 温柔相待得太久 自然会忘记故人 沈阳的珠子 为什么会在你手里 你到底是谁 我是你的未婚妻啊 婚姝 子凡 你师娘与唐夫人相见不顾 其独女唐外头天资聪慧 为师为你定下这门婚事 徐子凡 你我既有婚约在身 你又娶了别人 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女娘 你我有婚约之事 我属实不知 但既是师娘之命 我必定服从 可是我这刚离婚 别说了 小哥哥 你长得好小啊 我好喜欢 我不管 反正你还有三天的考虑时间 婉姚 矜持 矜持一点 既然你已离婚 那你之前结婚的事 我就不和你追究了 不过年关将至 我只给你三日的考虑时间 你真的是户国神殿帝君 大家不必惊慌 你们又被这个骗子给骗了 就在刚刚 我得到了帝国神君准确的消息 他正在前往南陵的航班上 我父亲也正在去接机的路上 那他们刚刚 许子凡也不知道怎么攀上 鼠青山这棵大树 又花钱雇了几个局也罢了 这么说 刚才那个圣女也是花钱雇的 那自然是假的了 你们想想 自始至终他都一直戴着面杖 真正的苗江圣女绝世容颜 怎么可能不露脸呢 周少 说着在理 今日许子凡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在众目睽睽之下 冒充护国神殿帝君 他这要是被人知道 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不知 各位 你们可否见过帝君 周少真会开玩笑 帝君是何等的身份 岂是我等想见就见的 你没见过 你们没见过 你们也没见过 而许子凡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所以才敢肆无忌惮地冒充抵君 本来 只是想让若雪难堪 没成想 却遭来了大家的众怒 所以这才将错就错 若雪 该说不说 你这前夫应变能力 真是挺强的 原来这小子 是靠着这个假圣女 在这狐假虎威 虚张声势而已 是啊 她昨日在林家 扫地出门丢了面子 对若雪心存怨 所以 今天才在这圣火宴上 冒出这一句话 不会就是想 争回一些面子吧 多亏周少 要不我今天 被这个废物给耍了 难道她真的 只是为了面子吗 若雪 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念着 那个废物的旧情 若雪 你清醒清醒 好好想想 要不是她 拖累了你这么多年 要不是她 毁了这圣火仪式 你早已得到了 帝君的青睐 就这样一个脱油品 有什么好值得留恋 就是啊 这种满嘴谎话 心胸狭隘的男人 有什么可念旧情的 不像周少啊 年轻有为 又是龙门总督的外甥 前途不可限量 今日之耻 咱们一定要 让那小子付出代价 付出代价 没错 不然 我整个南陵权贵 又成了大下的孝 王祖说的没错 诸位不必担心 虽说 今天圣火宴被毁 但是五日之后 便是除夕宴 到时候 帝君会亲临会场 四大家族 乃至整个大下的 各个豪门贵族 都会到场 到时 我会向我舅舅 禀报一切 并且 代替楚情山 成为新界南陵王 到时 我定将 徐子凡严肠 重振我南陵 权威 那我等 就在此 多谢周少了 多谢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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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不必客气 今日之耻 他日 我定当百倍奉还 他徐子凡 不过就是个 跳梁小丑罢 我看他还能 蹦他几天 周少 那我和若雪 若雪 不必担心 今后只要有我在 你的前途 一定是不可限量 明日有一场 慈善拍卖会 你同我一起前去 四大家族的人也在 我们拉近拉近关系 感谢周少 我一定会带着凌家 走上南陵的最巅峰 对 那我们就除夕夜上见 徐先生 这些是唐小姐送来的聘礼 请过目一下 聘礼 对 撤回去吧 对了 查得怎么样 都查过了 来您看看 唐小姐呢 她的确是苗疆圣女 不过她父亲 在十二年前 就已经离奇失踪了 疑似跟他们苗疆内部 争权有关 不过那时候她还小 所以呢 苗疆大权 就由她二叔唐四龙织掌 唐四龙这个人啊 心狠手辣 城府极深 看来这圣女 在苗疆坐的 也是如履薄冰了 是的 唐小姐的确是如履薄冰 她被迫离开了王家 孤身一人来到江南 成立了一家 名为真月的公司 短短五年时间 便让这家公司 成为了我们南宁的商业企业 倒是有几分 经国不让虚美的风范 是是是 对了先生 还有一事 有一家国际组织 要在江宁 举办一场慈善派对 然后京都四家族 想邀请您参加 所以把邀请函 给到我们这的商会会长江海鹏 您看看 慈善拍卖会 让他过来吧 拜见帝君 什么事 京都四大家族 想邀请您参加明日的慈善拍卖会 特要先上您能出席 这是邀请函 今日这场慈善拍卖会 京都四大家族 会邀请一位大人物来参加 大人物 没错 即便这四大家族想见他 都没那么容易 该不会是那位吧 不该问他别问 你赶快去 把四位家主给我服务好了 我忙完事 马上回来 江会长放心 我一定好好表现 今天这场慈善拍卖会 四大家族也会清理 因此今日整个会场不对外开放 也是周少特地安排的 因为三位都是周少的贵客 三位先生在这稍等片刻 周总马上过来 有劳孙经理了 不必客气 看看啊 还是周少有实力 若雪 要我说呀 你现在已经和那个废物离婚了 周少爱慕你许久 现在可以考虑考虑周少了 但我现在 哎呀 姐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周少要实力有实力 要人脉有人脉 还能帮我们离世集团 不像许子凡那个废物 不仅连累你 还让你失去直面帝君的机会啊 好了 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许子凡 这废物 居然还敢抛头露面 站住 有什么事吗 你胆子还不小啊 还敢大摇大摆的来这里啊 怎么 这海都国旗又不是你们林家的 我为什么不能来 你少在这儿呈口舌之力 你死点圣火 毁坏仪式 现在早就传开了 我劝你啊 早点滚蛋 别的连累我们林家 我死点圣火 毁坏仪式 我还真以为 你这窝囊费有什么能耐了呢 能抱上南陵王这可大数 结果是为了抱负我姐儿离婚 亏我林家白养你三年 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样的一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 放开我 下次再用你当时对我们这支团体 我这掰断你的手指头 徐子凡 你害我害得还不够惨吗 害你 少在这儿装糊糊 要不是你假冒帝君 若雪早就一步登天了 你怎么就知道 我就不是真的帝君 我呸 你也不撒花尿照照自己什么责心 你的那点将无骗术 早就被周少识破了 真正的帝君 要在除夕宴上才能出现 没错 就凭你冒充帝君 资点圣火 这件事就够面临九族了 好啊 那你现在就去上报护国神殿 上报帝君 你 你别在这儿给我指手划去 这段时间 你们还是想想你林家的后路 现在没了我的暗中帮助 你们林家 离破产也不远 我林家破产 我实话告诉你 今日京都四大家族都在这里 周少带我们来 就是来谈合作的 四大家族 今日这海都国际全面封锁 外人不可以入内 你倒挺有本事啊 说说 今天你怎么混进来的 当然是他们邀请我来 对了 忘了告诉你 你们所养上的周少 最好别抱有太大心 否则后果子 你不说大话会死啊 还京都四大家族邀请你 你算哪根头啊 还敢诋毁周少 够了徐子凡 你现在还是这么自以为是 且不论你找的那圣女是真是假 现在你自以为是的样子 已经很让我恶心了 这么多年了 你不思进去 不求上心 只会耍那点小聪明 你就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靠着自己站起来吗 我 耍小聪明 过去这三年 你或许觉得在我们林家受了委屈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事情搞到这个地步吧 再怎么说 你在我们林家白吃白喝三年 你就没有一点感人之心吗 你还真是能次次刷新我对你的认知啊 我白吃白喝 我没有感人之心 是你林若雪坚持要人 当众和我划进进行 你根本就没资格指责 你知道来这里的人都是什么身份吗 你知道得罪他的后果是什么吗 这就不劳林总操心了 都说大丈夫能屈能伸 就是让你道个歉就这么难吗 承认别人优秀就这么难吗 让我低头 让我道歉 你林若雪坚持 他们 你别给脸不要 是谁在这吵吵闹闹的 孙经理 你可算来了 就是他 偷跑进大厅扰乱秩序 你是 孙经理 你有所不知 他就是被我们林家赶出来的赘婿 原来如此 不仅如此 他还是个白眼王 在我们林家白吃白喝三年 到头来不说感恩 才会从外人来欺负我姐 今日又偷偷地进来 肯定是想搞破坏 郭英明 你可得注意了 今日陆总特意交代 我们今天的慈善晚宴 不能出现半点差池 来人 给我拿下 是 我是受邀请了参加拍卖会 这 便是证明 还真是小看你了 行骗手段真是越来越高明 还准备了道具 不过 我怎么没听周少说过 参加慈善拍卖会 还需要邀请函呢 孙经理 参加慈善拍卖会 本人需要邀请函吗 我倒是没有听说过 我劝你啊 赶紧好好看看吧 孙经理 要不好好看看 万一他真的是 你们拍卖会的嘉宾呢 还看 看什么看 浪费时间 我劝你好好看看吧 毕竟这个后果 是你一个经理承担不起 孙经理 他这话分明是说你身份低微啊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我在南陵混迹多年 算是半只脚踏入上流社会 赢你一个坠血 还敢威胁我 这还不至于让我戳颜威胁 只是对你的忠告吧 我倒是要看看 是我的棍子硬 还是你的骨子硬 男人 我他 上 上 法治社会 和不兴打架 一群废物 想你们有什么用 你小子有两下子 难怪这么猖狂 可惜 你来错地方 来人 通知所有的保安 到前厅集合 先好 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给我拿下 是 住手 萧会长陆总 你们怎么来了 我要是再不来 还不知道你们要闯什么大祸 陆总 师属下办事不力 我这就派人 把这只苍蝇赶出去 徐子凡 这次你死定了 徐子凡 我看你还怎么嘴硬 瞎了你的狗眼 男人要为会长 江海鹏 拜见徐先生 慈善拍卖会场负责人 陆明 拜见徐先生 是怎么回事 江会长 他 他竟然是 徐先生 海鹏来事 还请责罚 是我办事不力 请徐先生责罚 你这个手下 有点东西 不仅把京都四大家族 给他的邀请盘撕碎 还要看看我这双腿 到底有多硬 陆总 我怎么敢责罚你 混账东西 你还肯冲撞徐先生 陆总 我也让您的吩咐做的 我也没想到他 他是 来人 把他拖出去 陆总 再给我一次机会 陆总 再给我一次机会 陆总 徐先生 这些都是您的朋友 不认识 一些想当凤凰的土鸡罢了 徐子凡 你 来人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是自己离开 还是我请人让你们离开 陆总 我们是周上请来的 周上 什么东西 有邀请函吗 邀请函 要是没有 你们是进不去的 给我赶出去 你 你 怎么办 出席宴上 要是能借用这四个老家伙的关系 接触到那位大人 我周家必然会如日中天 喂 我和若雪被赶出来了 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这样对待我的人 是陆总 怎么回事 周上 你总算来了 若雪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们怎么会被赶出来呢 还不是因为那个废物许子凡 许子凡 他怎么会在这儿 他不但在 还是这里的特邀嘉宾呢 若雪 你不是在盗我吧 若雪说的是真的 徐子凡也不知道是怎么进来的 另外 还出言羞辱我和若雪 不仅如此 他 他还说周少你是井底之蛙 没有什么见识之类的 他破坏圣武业 不躲起来 还敢出来 你是没看见 他可嚣张了 就连那江会长 都对他客客气气 江会长 江海鹏 对了 周少 这徐子凡 该不会有什么大事份吧 跟方打我你没看到吗 还在那打野 快快快 对面偷塔了 偷塔了 偷塔了 放大放大呀 我 放大放大放大招 我要给他 你把这放大招 片里被退回了 我的大小姐 退回 我不痛 片里被退回了 别玩了 别玩了 什么 退回 意料之中 退回就退回吧 毕竟他也是高高在上的帝君 可能这些东西在他的眼里 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嗨 阿姨 你来做什么 我 我未婚妻家里 我还不能来了 赵大公子 我劝你说话 以后还是不要这样说的好 要是被我未婚夫听到了 你就死定了 你我之间的婚约 可都是家族亲定的 你别以为随便找一个废物来冒充 就能否定你我之间的婚约 冒充 多年 龙云山庄举行圣火仪式 那个邻家气绪 当众冒充帝君 丝点圣火 引发众怒 你堂堂苗江圣女 不是还给他撑腰去了吗 我给我的未婚夫撑腰 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可能 江会长虽说是南陵商业的翘楚 但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商会长罢了 他之所以对徐子凡毕恭毕敬 我估计是因为那天的假圣女 假圣女 没错 或许他我以为那真的是圣女 在这里装腔作势罢了 我就说嘛 区区一个废物 怎么能让堂堂会长如此小心呢 好了 大家不必担心 我已经和四大家族搭上关系了 而且 这次的除夕宴 就定在我们周家的庄园 不过 这次慈善拍卖会 我们怕是进不去啊 若雪 这个你不必担心 这是我从四大家族手里拿的邀请函 而且 这次我们还请来了一位大人物 大人物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看啊 还得是人家周少 像那个废物 整天就知道坑门管理 行 你知道的 走了 谢谢 那不是许子凡吗 许子凡 你这种人也派来参加这种场合 你这种货色都在这儿 为什么我不能来 尊敬的各位嘉宾 大家请安静 诸位 今天我们齐聚于此 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为大夏贡献一份爱心 本次拍卖会现在开始 有请本次拍卖会的第一件商品 百年博尔茶 源于云南蒙海 此茶是标茶商号 当时为进贡皇家而共享的一号申茶 现存是仅此一饼 拍得此商品者 即可获得除夕夜 与护国神殿帝君敬酒的机会 其拍价一百万 百年博尔 这可是绝世真品啊 一百一十万 一百五十万 我出两百万 五百万 五百万 他连一个五十块都拿不出来的废物 五百万 疯了吧 人家现在可是攀上了江会长这个大树了 百年老树标商号 那也不止五百万吧 难道说这位先生是什么隐藏大市价 五百万一次 有没有人要加价 五百万两次 周少 我们还要不要再加了 我出五百五十万 一千万 这废物是不是疯了 许子凡你见过一千万吗 一千万 还入不了我的瘾 许子凡 你别再胡闹了 若雪 快坐下 还有人加价吗 我出一千五百万 这位先生 出价一千五百万 还有人加价吗 一千五百万三次 成交 恭喜这位先生 获得跟帝君敬酒的机会 你加呀 怎么不加了 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 许子凡 这酒 我竟定了 愚蠢之急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第二件拍品 是华夏遗失多年的青花瓷 起拍价为一千万 什么青花瓷 是啊 是我们大夏遗失的 拍得第二件藏品 我们还有一个小惊喜 可以在除夕宴上 获得一次跟帝君共计晚餐的机会 一千五百万 两千万 两千万 两千万一次 拍品可不多啊 这件要是拿不下 那就与帝君同住的机会 可就渺茫了 我出五千万 这瓶子我要定 一下加三千万 疯了吧 这年轻人 不知还会不会出手啊 许子凡 我看你还拿什么跟我动 哦 五千万 你不加了吗 好 你给我挡着 王子殿下 那个东西出现了 你别以为你今日穿的人物狗样的坐在这里 你就是个臭卖鱼的 你拿什么跟周少斗 许子凡 你不是愿意加吗 老子今天就陪你好好玩玩 那就继续 我保证让你们倾家当着 你闭嘴吧 你不过就是楚行山与江海旁身边的一颗棋子吧 你嚣张 你嚣张什么呀 五千万 五千万一次 有没有人要加价的 五千万两次 王子再不来 你没瞧 五千万 我出八千万 哎呦哎呦 哎呦 日耳王子你来了 哎呦 哎呦 日耳王子 来来来来 你快去快点 这边扔这边扔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 瑞尔王子 国外王室贵族 资产上千亿 小子 我看你还拿什么梗子 主持人 继续喊 喊 有价价的吗 八千万 八千万一次 一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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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价价的吗 一连五亿 小子 大厦有句古话 叫十十物者 为俊杰 你都不过我的 现在收手 我可以私下给你五百万 我泱泱大下 国强米欢 文明传承更是千年 国之重宝 只能露出他人之手 我出五个亿 五个亿 还有家的吗 我看上的东西 还有人能抢走 我出六亿 你 还要继续 六亿 看来是虚张声势 我大下国宝 这回是要落入外族人手里了 主持人 你该喊数了 六亿一次 六亿两次 完了完了 六亿 我出十个亿 十亿 十亿一次 还有再加价的吗 十个亿 徐子凡 你别再胡闹了 你什么敌我不知道吗 你怎么这么要面子 十个亿啊 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没错 我看啊 就是前段时间他离婚 接受不了现实 现在脑子坏掉了 你脑子才坏掉了 你怎么知道我就没有十个亿呢 你敢验姿吗 随意 先生 请出示您的银行卡 刷卡无效 刷卡无效 闹了半天 你是逗我们玩呢 哦 我的朋友 原来你没有钱啊 没钱你还在这装逼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你这刷卡机 权限不够 得了吧你 你一个卖鱼的 还整天幻想自己是什么大人 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你 不可能 我的刷卡机是可以无限刷的 既然如此 那还费什么话 把此人给我抓去了 来 把他给我轰出去 京都四大家主 四大家主 你们来了 怎么回事啊 既然拍到了好场 那我就给你个镇卡的机会 徐子凡 你疯了吧 当这四大家主的面 你在说什么呀 给你 净查 你的意思是 你就是帝君了 对 说得不错 小子 我现在是越来越佩服你 行 真有难 四位家主有所不知 此人空刷银行 咬乱拍卖会秩序 现在又敢冒出什么帝君 你混账东西 郑家主 你打我干什么 瞎了你的狗眼 你可知 得罪的是谁吗 什么意思 得罪先生 竟还不自知 我看周家 可以除名了 宋家主 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是谁 也敢质疑我 我是林家林若雪 慈善拍卖会 不欢迎林家 宋家主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您了 你没有得罪我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还愣着干什么 我自己走 来 若雪 拜见徐先生 张家主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他就是一个充满鱼的 他怎么可能 闭嘴 徐先生的身份 何等尊贵 岂容你这种货色 在这里胡言 还不跪下 给徐先生赔罪 那到底有没有钱 要是没有钱 青花瓷就是我们了 你带不走 换刷卡机 徐先生说的话 你听我吗 刷卡成功 什么 王子殿下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 哼 我们走 周城 你的王子都走了 你还有什么底牌都亮出来了 好 徐子凡 你别得意的太子 除夕宴结束后 我一定让你百倍奉还 齐待 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徐先生 这是一张除夕宴会的邀请函 挺别致的 是的 这张是至尊函 位置在宴会的主兵席 专门为您准备的 那我就 确实不恭 没问题 这些年来 你一直想拿回苗疆的控制权 但是呢 一直失败着 三年期限将至 现在能救你的 只我赵家赵大少 赵大少爷 嗯 你就有这么大的自信吗 那当然了 我赵家的势力 可比你甄裕 比唐家强百倍 唐司龙剑我得低头 乖乖做我赵子豪未婚妻 我就帮你拿回苗疆控制权 既然我能将甄裕 带到江宁顶流 也同样能靠自己 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我不会让我父亲 毕生的心血付出东流 牛逼啊 有质解 不愧是我赵子豪看上的女人 哎 只不过可惜啊 你时间不多了 啊对对对 你扶持的那个什么 邻家气序是叫 徐子凡 没错吧 啊 只要我愿意 我动动手指 就捏死他 走了 安妮 拜拜 晚安妞 赵子豪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不管他是真是假 他都是我的子凡哥哥 是我唐晚瑶选中的男人 哎呀 可是他不是帝君啊 怎么能帮我们啊 正是因为如此我才需要他 他有别人没有的胆量 而我可以作为他最大的仪仗 大丈夫应戴三尺之箭 力不适之志 假以时日 定能独挡一面 小哥哥 好久不见 有很久吗 没有吧 好吧好吧 请坐 请喝茶 康小姐 要我来 不会只是喝茶这么简单吧 此番哥哥 你可知明日的除夕宴 有所尔文 明日宴会 大厦境内的所有顶级权贵 豪门世家都会前来参加 我想要你陪我一起去 让我陪你 没错 我想让你和我一起代表真玉 参加这次宴会 为什么是我 你我已有婚约 那我的就是你的 这是真玉一半的股份转让书 只要你在上面签字 那真玉就有你一半的股份了 真玉可是你的心血 你就这么给我你一半的股份 你不心疼吗 我不都说了吗 我的就是你的 你怎么回我妈妈的呢 不是这么简单吧 好吧 实话告诉你 我虽是苗疆圣女 但家族为我和江宁赵家的赵子豪 强行定下了一份婚约 反正我是不可能嫁给他的 但是家族这边有点难办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呢 护国神殿帝君 会出席明日的除夕宴 你听说了吗 原来是我冒充帝君的事露出了马脚啊 既然如此 那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呢 所以呀 真玉现在可以作为你最大的靠山 你就不怕我是个骗子 现在的我 正需要一个有胆识的骗子 你就不怕 我这个假冒帝君说的话 传到了真正帝君的耳朵里 对你和真玉造成了威胁 怎么办 那有什么 本圣女会一直护着你的 你是苗江圣女 更是真玉集团的董事长 为了一个骗子 值得 只要最后是子凡哥哥你 那就值得 好吧 你都这么说了 我答应你 那就这么决定了 今晚有场酒会 你陪我一起去吧 好 小哥哥 你等我一下 我去趟洗手间 那不是许子凡吗 还真是那个废物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还喝茶 你这野猪 能品得了这细糠吗 把你的臭嘴锁闭上 薛嘴白 你真以为没人能收拾得了你吗 谁这么大胆 谈动我唐婉瑶的人 你是唐婉瑶 有什么问题吗 真玉集团总裁唐婉瑶 怎么 几天不见 各位就不认得我了 你 你就是圣火仪式上的 假圣女 这位女士 请把甲子去掉 谢谢 唐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 以您的身份 为什么要帮助这样一个废物 况且 她还得罪了币军 我劝您还是好好考虑一下结果 请注意你的言辞 许子凡 现在是我老公 老公 你们 没错 我和许子凡现在已经登记结婚了 唐总 您若想找一个玩物 也没必要找这么廉价的废物吧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 许子凡现在是我老公 你若再这么出言不逊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唐总 您这是在威胁 是 又如何 还有你们林家 鼠目蹭光 目光短浅 对子凡的能力真是一无所值 怪不得到现在还在四处求人找靠审 好 唐总的眼光果然是与众不同啊 让我周某人真是自愧不如 知道自愧不如 还不给我让开 好 我们走 慢着 林总这次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我不知道 徐子凡到底对你使用了什么手段 让你对他如此痴迷 我跟徐子凡结婚了三年 我对他再清楚不过 他不过就是一个 一无是处 门口谎言 毫无担当的男人 你不管是圣人 还是唐总 你都是天之骄子 你为什么偏偏选择他 我觉得林总应该好好了解一下 不过 你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资格 徐子凡 你就这么喜欢躲在女人后面吗 林总说的话 果然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 我不过是在说事实而已 林若雪 我陪伴你整整三年 你有尊重过我吗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要想获得尊重 你首先要靠自己 你现在成口舌之快 有什么意思啊 成口舌之快的是你 林小姐 现在你与子凡 好像已经没有任何分析 而且 她现在是真语的最大股东 你还有什么资格来指责她 我只是想 你想什么 你堂堂林是总裁 不在公司好好研究市场 反而到处找关系 祈求别人的施舍 听信谗言 一度否认子凡哥哥 你不觉得可笑吗 我 现在开始 许子凡是江宁甄宇集团的总裁 是我苗江圣女唐婉瑶的老公 你们若是在这般侮辱我子凡哥哥 我便会百倍奉还 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我们走 好 什么东西 一个苗江圣女 真以为自己能翻云覆雨不长 还敢威胁我林家 没错 我看那个废物 早就和这个唐婉阳 勾打在一起了 亏我们若雪白白养了她三年 到头来 还反咬我们一口 若雪 她思思点燃圣火 冒充帝君 已经犯下死罪 现如今除夕燕将至 到时候 我一定会断他们俩的生路 周上放心 许子凡什么德行 我再清楚不过了 就算唐婉阳把真语集团给她 她也依旧是一摊扶不上墙的烂泥 这场酒会 来的都是一些世家中 能力酌烦的年轻一辈 你看那边 那是 江宁赵家大少赵子豪 江宁李家大少李阿军 江宁于家家主吴波 这便是江宁的三大家子 尤其是赵家 实力放眼在整个东南地区 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所以 这就是你们家族 要联姻的原因 不错 今晚这场酒会 他们都是为了讨好赵子豪 赵子豪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打压我 打压真语 然后在除夕宴上逼迫我嫁给他 那如果我说 骨气宴上他们做不了什么 对你对真语 造不成任何危险 你会相信我吗 只要是你说的 我都会相信 那现在 就和我一起去面对暴风雨吧 那我如果说 在场的人 都入不了我的法眼 你会觉得我在信口丝黄吗 不会啊 桀骜不驯 正是我想要的 到了 起了 哟 这不是唐总吗 好久不见啊 于家主 李少爷 好久不见 哟 这不晚娘吗 你也在这儿 四凡哥哥 我们坐 哎 慢着慢着 保镖怎么能坐这儿呢 赵大少爷 你要是眼神不好 就去佩服眼镜 这不刚配的 咋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先生 就是我唐婉瑶的老公 许子凡 老公 你们结婚了 是啊 没错 诸位好 我是许子凡 就算是你老公 这个位子 他也不能坐 也没资格坐 明白吗 赵兄说的没错 唐总 我看呀 你还是让他坐门口那桌吧 门口那桌 李少 这种宴会上 这种人也没有落座的地方吗 这酒会上有哪条规矩 是说我许子凡不能入座的吗 在这儿 老子的规矩就是规矩 没错 这里有你插话的份儿吗 小子 闭上你的嘴 你没资格和我们说话 我看没资格的是你们吧 你是个什么东西在这儿叫嚣 年轻人 我劝你不要太气盛 人哪 要有点自知之明 别在这儿处着了 年轻人不弃盛 还叫年轻人 小子 没资格参加这个酒会 他凭什么没有资格 于家主 李少爷 二位说话 未免也太不尊重人了吧 你们有资格 他同样也有资格 你们能坐 他同样也能坐 唐总 这宴会的座位可是分等级的 你不会不知道吧 在我们这儿 这是头桌 只有我们这种身份的人 才有资格坐在这里 对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那个被林家扫地 出门的废物 他有什么资格参加这个酒会啊 他是怎么进来的 想必大家都再清楚不过了吧 徐子凡现在是我老公 甄裕也有他的一半 就他 他配吗 光阳 我知道你今天把他带到这儿 无非就是想破坏我的计划 你想告诉我你们已经结婚了 以这种方式来结束你我之间的婚约 可是我告诉你 你这样做没有任何做 就算没有子凡哥哥 我也不可能嫁给你 你别以为你随便找个垃圾 就配做我赵紫豪的对手 只要我愿意 动动手指就能捏死他 小子 你今天要是想靠着甄裕坐在这里 绝对不可能 是吗 那我倒是要试试看 今晚能参加这酒会的 不止要求资产超过 还要有不凡的地位 而你 一样都达不到 我看这里适合你的位置 哎 这不是旺财趴的地吗 你也过去趴着吧 怎么样 赵少说的没错 一个废物 不配来到这儿 现在立刻滚出去 没错 立刻滚出去 只有像我们这种身份尊贵者 才能出现在这儿 身份卑贱 不配待在这里 滚出去 滚出去 这不止我一个人 要赶你出去 而是大家都不欢迎你 你根本没资格到这儿来 赵紫豪 你别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我只不过想让他 认清自己的地位 顺便把苍蝇赶走 赵紫豪对吧 混账东西 赵少的名字也是你能直呼的 不愧是世家大子 连身边的狗都这么糊涂 你他们 今日 你无非就是想压我罢了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我从这里出去 赵紫豪承担得起吗 狂徒 真是嚣张至极 不知死活 我赵紫豪今天 就是代表着江宁赵家 是江宁世家之首 今夜这酒会里 我敢说第二 就没人敢说第一 我有什么不敢承担的 就是 听你的意思 难不成你还有别的什么身份 能压赵少一头 你说的没错 我确实这么认 你们几个家在一块 也不足我之家 真是嚣张至极 不知死活 我看你是活腻了 于家主 你这是在威胁我唐婉瑶的男人 威胁真欲 威胁整个苗疆吗 看样子 你这是铁子先要护着他吧 没错 唐婉瑶 你这么做就不怕给你 这真欲 给整个苗疆带来灾难吗 那又怎么 你以为我唐婉瑶是下大的吗 你 够了够了 今天到这来的 都是大厦之内 顶级的豪门世家 就算是最外围的那一桌 在整个南陵 也算得上是 最顶级的豪门子弟 他 有什么资格 到最后来 给我舔鞋的资格都没有 自信源自于实力 而我的自信 就足够碾压你们所有 唐婉瑶 你看看你找的男人 也不怎么样 只会在这儿当众吹牛逼 像个小丑一样 你好像说错了吧 是吗 是你没有资格给我舔鞋了 是是是 我没资格给你舔鞋 那你倒是把你的实力 展现给我看啊 行吗 好 那我就让你长长见识 看清楚了吗 我是不是富可敌国 势力抛天 这这是 这不可能 护国神令 什么 护国神令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感觉 赵少很紧张的样子 这你都不知道 这龙文令 可是护国神殿的象征 这护国神殿 无论是财力 还是实力 都是我大厦最巅峰 是我大厦之信仰 护国神令 怎么会在你手里 怎么在我手里 你还无所知呢 据我所知 整个大厦拥有此令的 只有一个人 而且唯一有资格拥有它的 就是护国神殿帝君 没错 我就是神殿帝君 是是是 你是护国神殿帝君 你把我们都当成傻逼吗 你在圣火仪式上 暴出帝君的事 我们可都知道了 你还想骗我们 就是 你以为这次 弄个假的令牌 再用你那拙劣的演技 再演一遍 就能骗过我们吗 你真是挑着灯 我上厕所 你找死 来人 把他给我带下去 徐子凡是我唐婉瑶的男人 我看谁敢动 唐婉瑶 我劝你还是离开的好 否则别怪我无情 那你试试看 逗长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对徐先生下手 还不快滚下去 还请徐先生恕罪 是我没保护好您的安全 无妨 江海鹏 你这是什么意思 赵大公子 你又是什么意思 他一个南陵临家气绪 有什么资格出现在这里 还口出狂言地冒充 护国神殿帝君 江会者 你不会是要保他吧 赵公子 除夕验将至 我劝你还是小心一点 这么说 你当真要保他 这里可是南陵 不是在江湖 更不是在你赵家 我劝你 还是收敛一点 很好 那我倒看看 你能护他多紧 除夕验 咱们走着瞧 走 不好意思 今晚的酒会 被我给毁了 才不是呢 是他们欺人太甚 对了 你真的是帝君吗 你刚才不是都看到了吗 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 但是 等除夕验过后 我再一一给你解答 好吧 那我先走了 请问 哪位是徐子凡徐先生 我就是 你们是 我们组长要见你 你们组长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好 好 接上 没事 我去就来 你们先回去 组长 人带来了 带他进来 你就是徐子凡吗 没错 是我 你是 苗疆 唐思龙 宛瑶二叔啊 年轻人 这个称呼对你来讲 似乎不太合适 唐组长 什么意思 会下棋吗 嗯 坐下看看 黑子师大 一手遮天 白子师小 难以抗啊 我唐家一族 虽然是一方霸主 但是尚没有达到遮天的地步 所以晚瑶如这颗棋子 必须落在他该落的位置上 唐组长 你是想表达什么吗 是啊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你不配 我不配 那谁配 赵子豪吗 没错 赵家乃江宁首富 除夕宴后 便能一跃成为东南第一大家族 而且赵子豪也是年轻一辈中 比较出类拔萃的 心性稳重的 赵子豪 他可真是个优秀的人啊 只要晚瑶嫁给子豪 他就可以在东南顶级世家 站稳脚跟 也可以跟赵子豪在东南称霸一方 这所有的一切 赵子豪都唾手可得 对于你来讲 穷极一生 恐怕也达不到吧 唐组长 你觉得 他赵子豪能给的 我就给不了吗 年轻人 我调查过你 你不过是林家一个小小的气势 身无分文 毫无权力和地位 就算 你现在坐在我面前 跟我对话的这个机会 都是我施说给你的 我看是你没有资格 你口口声声为了晚瑶的幸福 为了晚瑶能够小尽荣华富贵 其实啊 他只是任由你百度的一个棋子 你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是有如何 如何 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一句话 自古至今 天道无常 得贤者至 失贤者 丧 不过 现在的直骑者 反是我 这不可能 唐思隆 晚瑶失去的一切 我会帮他一一拿回来 这就是我周家的除夕焰 真是大气 不愧是周家 是啊 妈 这里不愧是大厦的焦点 顶级权贵 各大豪门世家聚会于此 可谓是万众瞩目啊 我们快坐吧 楼下好的位置全让人给占了 这个不必担心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来 洛雪 坐 谢谢 周少 今晚这除夕宴上的座位 是不是有等级之分啊 是有些等级 不过 也没分那么细 那边呢 就是给一些大豪门准备的 还有这边 是给一些小的豪门准备的 那里面那一排呢 那一排呢 那一排 那是给顶级豪门世家准备的 不过呢 在咱们南陵之间 还没有人有资格坐在那里 那不是徐子凡吗 徐子凡 他怎么也在这儿 那不是只有京都四大家族才能做的吗 他怎么也能做这儿 谢谢子凡哥哥 私自混进除夕宴 我看你是活够了 混进来的 你眼睛是瞎的 你不是混进来的 是紫子进来的 还有我告诉你 这里 可是除夕宴 你有什么身份 进来 你都在这儿 我为何不来 你这窝囊废 把我们林家害这么惨 居然还敢出现在这儿 害你们林家 说话得有良心吧 之前是谁说 林家没了我 指不定有多灰狂 所以你心存恨意 到处惹事生非 坏我林家好事是吧 徐子凡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敢罢休啊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闹够了没有 徐子凡 就算若雪和你已经离婚 你也没有必要一直这样报复他吧 我看啊 他今日就是来捣乱的 想破坏我林家 与那位大人物见面的机会 白眼狼 我们林家白白养了你三年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林家的 这就是 哎 打住我 甩锅不要甩到我这儿 你们林家是何德何能 还需要我去保护 你们林家走到现在这一步 完全就是救助自取 你可别在这儿当大尾巴狼了 真以为大家看不透你那点花花肠子吗 实相的话 赶紧磕头认罪 或许啊 还能让周少帮你向那位大人物求个情 放你一条生路 替我求情 那周少 恐怕还没那么大能力 至于你们林家 为什么会走到今日这个地 全都是因为你们贪慕虚处 与其在这胡脚蛮缠 还不如回去好好想一想 接下来该怎么发展 以免到时候公司破产了 没有对策 装腔作势 我们周少可是见过那位护国神殿帝君 有了帝君的恩赐 我们林家就可一步登天了 你对他的话 倒是身险不一样 你他们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说我什么意思 你不会想说自己是护国神殿帝君 来证明我们周少 是在说谎 你认为我们会信吗 也不看看人家周少是什么身份 自己又是什么德性 就是 也不看看人家周少为我们林家做了多少 你又为我们林家做了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抹黑周少 这三年来 我对你林家的好 就算他周少把家底掏空 也不够 徐子凡 你说够了吗 都到现在了你还这么高傲 自以为是 好了热雪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既然他执意要死 那我就成全你 来人 给我把他轰出去 来人 给我把他轰出去 住手 你们想干什么 起开 徐先生 楚情山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让他们走人 这废物 偷偷混进除夕宴 我有义务把他请出去 有什么错吗 难不成 你今晚还要护你 放肆 举先生本来就是这除夕宴邀请的贵宾 邀请 他有这资格吗 楚情山 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是什么理由 总是护着他 如果护国审殿的帝君怪罪下来 你承担得起后果吗 况且今天晚上 这除夕宴是我的地方 老子就要把他赶出去 耶稣来了也保不住他 我说的 好 说的实在是太好了 周少说的没错 一个邻家的废物器序 有什么资格出现在这里 你是江宁第一世家赵家 赵少 正是 赵少你来了 这个废物 私闯出夕宴 我认得他 徐子凡 你看见了吗 这里是出夕宴 不是你胡闹的地方 你不该来这里 更该坐这里 你知道坐这里的后果是什么吗 林总说的对 不过只说对了一半 我们确实是不应该坐这位置 好大的胆子 这可是至尊位 岂是你这样的废物赘婿 所能触碰的 至尊位是这除夕宴的最高处 你以为你是谁 竟然敢往那儿坐 这至尊位的确是为我们设的 你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这至尊位可是京都四大家族家主 为了给持有至尊邀请函的贵宾 专门设的高位 可纵览全场 你怎么就这么自信 我没有呢 即便是我这种身份 也仅仅知道至尊函的存在 都没有资格见到至尊函的真容 至于你恐怕你连至尊函 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就是你知道什么是至尊函吗 那可是本次除夕宴最为高贵的邀请函 是四大家族家主亲自献给那位大人的 至于你 有什么资格能拥有至尊函 实在不好意思 让各位失望 我这里的确有一份 你们未见过真容的至尊函 至尊函 这怎么可能啊 现在我想请问各位 我徐子凡有没有资格坐着至尊函 你们还真被他唬住啊 他随便拿出卡片出来 你们就觉得是真的至尊函啊 他只不过是南陵林家扫地出门的一个废物器序 他怎么可能有至尊函呀 诸位有所不知 此人受林家恩惠 不思回报 品行不正 这至尊函肯定是假的了 四大家族家主是什么身份 怎么可能担给他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今晚我等绝不能让他坐在至尊位上 否则 那便成了我等世家豪门的耻辱 对 绝对不能让他坐 不能让他坐 不能坐 不能坐 都给我闭嘴 徐先生这张邀请函 正是除夕燕的至尊函 什么 真的至尊函 放屁 我赵子豪第一个不信 你楚行山凭什么 说他就是真的至尊函 你有证据吗 赵少说的没错 我李亚军也不信 我余波同样不信 一群蜀目寸光之辈 这张邀请函之所以叫至尊函 全是因为徐先生 只有徐先生能赋予这张邀请函的无上荣耀 就算没有这张邀请函 宴会之内 至尊之位也非徐先生莫属 何须向你们这帮臭鱼烂瞎证明 他赋予之尊函无上荣耀 真是笑话 你说 他不过就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废物器具吧 他有什么资格 赵子豪 显然敢对徐先生出言不许 是 怎么样啊 我赵子豪出生在江宁赵家 是当今整个江宁世家之首 试问在场各位 谁不知道我赵家实力的雄厚啊 你们去打听打听 你们去打听打听 谁不知道我赵子豪的地位 就凭他 也配让我以礼相待 就是 他什么档次 也配赵少客气 楚先生 你故意包庇他 是想搅乱除夕宴吗 搅乱宴会的是你们吧 我奉励你们立刻给徐先生道歉 大家可都是看在眼里 公然袋抢乱他的是你 说他至尊还是真的的人是你 想让他上至尊会的人 还是你 现在还想让我们跟他道歉 知问一下赛场的诸位 有谁能够允许他凌驾于我们之上啊 我江宁瑜伽 第一个不答应 我江宁李家也不答应 江宁王家不答应 不答应 不答应 你们是要造反吗 楚青山 你别以为这里是南岭 我们就会拒 怕你 李总说的没错 等四大家族家主亲至 他们几个谁也逃不掉 逃 王大逃 我今晚就在这 等四大家族的人到 我看他们能耐不衡 你瞧瞧 我真希望四大家族到了 还能可以这么嚣张 那便拭目以待吧 徐子凡 别浪费时间了 今晚在场的诸位 都是大厦各大世家的高级人物 就你俩这点小伎俩 还能骗得了我们 我看 不会就是你俩耍的小伎吗 都成 胆子还真大啊 到现在还敢质疑徐先生 怎么 我舅舅可是龙门总督 我有什么好怕的 龙门总督 就算他赵玉龙在此 也不敢对徐先生不敬意 哎呀 叔啊 都这话了 你还在这装呢 你一个小小南联王身份 就歇歇了 周诚 我他妈是不是给你脸了 你以为在你周家 我就不敢动你了 四大家主到 江宁赵紫豪 恭迎四位家主 恭迎四大家主 你们在做什么 张家主 今年的除夕晚宴 溜进来了一只不知死活的老鼠 老鼠 没错 就在那 这场除夕宴本应该是我大厦豪门世家 共赢护国神殿帝君的盛宴 他一个邻家器序 身份卑微 却在此胡作非为 邻家器序 没错 像他这种身份如同蝼蚁的人 根本就没资格与我们站在这里 他今夜前来至此 就已经是对我们莫大的侮辱 对护国神殿帝君的大不敬 对你们的侮辱 不仅如此 他还假造至尊寒 冒充护国神殿帝君 想让四位长老都臣服于他 冒充护国神殿帝君 没错 他还妄想做上那至尊之位 可惜被我等阻拦 只不过呢 这南陵商会会长楚青山 不但不阻止 反而助纣为虐 公然请他上座 此罪 李英当诸 不错 此人身份卑微 李英当诸 李英当诸 打扰他 李英当诸 打扰他 李英当诸 你们倒是团结一致 张家主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闪开 徐先生 我等来迟 还请徐先生恕罪 无妨 这小子什么身份 居然让京城四大家族家族一礼相待 今日宴会 还请徐先生入座至尊之位 请 入至尊之位 四位家主 你们这是做什么 做什么 自己看不见吗 我们请先生入座 先生 他也配 住口 你这是在教我们京东四大家族怎么做事吗 徐先生的身份 几时你能妄将判断的 张家主 这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没错 没错 他们是 南陵林家 那是他林家有眼无珠 你也一样 今夜宴会之上 有谁敢辱墨徐先生 得罪徐先生 那便是与我京东四大家族为敌 我等定当断其家族生路 张家主 您这未免做的有些过了吧 冒犯徐先生者 必须付出代价 他不过就是个废物器具 我等再怎么说 也是当今身世显赫的朝门贵族 你们四大家族 凭什么为了他 就断掉我们的生路 凭什么 就凭你小的先前 对徐先生的话 就足够让你 江宁赵家 在大夏 鸿鸣 我还真就是不信 宋家主 我江宁赵家 虽然比不上你们京东四大家族 但在江宁也算得上是 只手遮天的存在 他 能有什么能耐 让我赵家除鸣 就算你们四大家族 看不上赵家 难道你们连护国神殿帝君 也不放在眼里吗 没错 我们在场的各位世家 或许入不了你们京东四大家族的法眼 但是 在大夏境内 谁敢不将护国神殿放在眼里 我瑜伽李家和赵家是世交 关系密切 若是各位家主继续为了他与大家为敌 就不怕我等世家联合对抗 你们倒是好大的自信呢 张家主 那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四大家族 惊不惊得起各大世家的联合抗合 不错 不错 还请四位家主 三思 小子 你能得到京都四大家族的庇护 确实比我想象的厉害 但是你想和我赵紫豪做对手 你还不够格 混账东西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你怎么就知道 我背后以上的是四大家族呢 你的意思是 还有比京都四大家族更强大的靠山吗 我早就说过 我便是自己最大的靠山 那你的意思是 你想一个人 抗衡我们整个大厦的豪门世家 对 你说的没错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你说你自己就是护国神殿帝君 你该不会自己当真了吧 真是可笑至极 今天晚上 四位家主 如果我做了有对不起的地方 我们愿意赔礼道歉 化干戈为玉国 但是 如果 想要我对他道歉 绝不可能 不错 向各位家主赔礼道歉 没有问题 可是向那身份卑微 飞扬跋扈之人低头 绝不可能 徐子凡 若是你嚣张的本事 就到这 那我劝你现在跪下 赔礼道歉 看在四大家主的面子上 你自己爬出去就行 我等便不再追究你 没有了四大家主的庇护 你还怎么嚣张啊 你怕是还有什么本事 没有使出来 我们给你这个机会 让我们在场的众人 好好看一看 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你可以叫任何你可依靠的势力 别说我欺负你 自凡哥哥的身份是真的吗 荒诞不羁 赵家作为江宁第一世家 家族产业众多 财力雄厚 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 岂是你们一句 想出名就能出名的 五分钟之内 让江宁首富出名 即便是京都四大家族联手 也办不到吧 四大家族的确做不到 但是不能说明 徐先生没有这个能力 仲家主 你不必为了去吹捧他 而说一些 你自损威严 荒谬绝伦的话 荒谬绝伦 那是你有眼无珠 看不清徐先生 是何等的身份 徐先生想让你 赵家于大厦除名 五分钟 是给足你赵家面子吗 是吗 那我倒是要想问问 四位家主 他究竟能使什么手段 能让你们四位 觉得灭我赵家 亦如反掌 赵子豪啊 赵子豪 你真是鱼不可及 大祸临头了 你还不知收敛 我赵子豪在家 喂爸 快找东西 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大人物 我们赵家明家 所有团权都被查封了 这下我们破产了 什么 这不可能 赵家绝不可能破产 赵子豪 天作孽 有可数 自作孽 不可活 什么 赵家破产了 他 他有什么资格 不过是一个废物T恤 你如此 接受现实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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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容你撒眼 哪人啊 给我把人带下去 控制赵家家主还领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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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呃 我赵家不可能会破产 跑出去 放开我 呃 这不是真的 我赵家不可能会破产 放开我 放下去 呃 放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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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破产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呃 现在轮到你们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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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找我 给我个机会 都是那个赵四豪 不是我做的呀 既然你们是被捕破 那我就给你们次机会 三日之内 你们拿出家里百分之九十的赌金 西数转化为慈善提金 呃 如果做得到 你们尚且有一条活路 若是做不到 你们跟赵家一样 除名 李嘉已经做到 李嘉一定做到 我一定出全力 好了 今夜本是团圆夜 我就尚且不做追究 若是有下次 你们必将 老辈 来呀 把他们俩带下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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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办 嗯 嗯 嗯 再谢徐先生 给我等机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快 快过来 我舅舅马上就到 龙门总督到 是谁要动我外上 舅舅 你来了 舅舅 就是他 冒充帝君 还要做至尊之位 皇口小儿 竟敢冒充 护国神殿帝君 舅舅 舅舅 赶快把他抓起来 别让他跑了 放心 今夜 有我在此 谁都逃不了 赵雨龙 你好大的口气啊 身为龙门总督 将而连徐先生 都不认识 放 单敢知乎龙门 祖都明慧 徐先生 他什么身份 也配 让我认识 我大下崛起 乃 故国神殿之功 乃 帝君举世无双之能 今夜 帝君 亲临 除夕宴 会 让他 撒野 你们说 有处置 断旗生物 带座各位 谁 认识他 不认识 不认识 和我们没有关系 我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 我认识 苗江圣女 若 我没记错的话 你这圣女 当的是 有名无实 现在说 说话 居然还这么有底气 曲子凡是我的丈夫 你们谁都不许动他 不会是苗江圣女 有骨气 那 今夜 就能全了你们 好一个龙门总 若不是今日 我还不知你赵玉龙 如此威复 身为总督 是非不分 颠倒黑白 让这全是 无作非为 是罪该万死 闭嘴 敢对我舅舅出烟不训 今日 京东四大家徒在此 看谁 感动 徐先生 好大的口气 难道你们都忘了 今天的重要人物 可是护国神殿 帝君吗 一个废物 气蓄 就把你们 吓破了胆 赵玉龙 你好狂啊 别敢侮辱徐先生 你以为 我和这些乌合之众一样吗 管你们什么先生不先生 别想让我 赵玉龙 臣服 就你 难道你们京都张家 是想和我龙门作对吗 你够资格吗 那加上我宋家呢 还有我仲家 还有我郭家 京都 京都四大家族联合 虽说京都四大家族实力强厚 但我舅舅 无论是财力 还是帝 足以碾压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联合 你以为 我和他们一样 蠢如猪狗 今夜 帝君亲临 就算他 真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 还能大过帝君吗 四大家族千方百计保他 你们可别忘了 今晚的大人物 可是帝君 赵总组 你口口声声说 今晚的大人物是 护国神殿帝君 你可知 徐先生是谁 听宋家主的意思 啊 就是帝君 哈哈哈哈 女君何等身份 出行 都有四大护法 在其左右 啊 护国神殿帝君 你们说什么身份 出门怎么可能不带随身侍卫呢 哎呀说的是啊 你们说的是我吗 你们说的是我吗 海悦护法 恭敬阁下 龙门总督赵玉龙 参见海悦护法 你不待在海域跑这儿来做什么 您有所不知 今夜在除夕宴上 有人冒充帝君 还要做至尊位 谁 就是他 没错 就是他 我们大家都可以作证 这个人 不仅在除夕宴上冒充帝君 还在前不久 圣火点燃一世上 私自点燃圣火 引起众怒 现在又跑到这除夕宴里大闹 我看 他就是分明想缴了这除夕宴 是的是的 我们都可以作证 他还花钱雇人冒充你呢 此次身份卑贱 品行低利 断不可留 请海悦护法严惩 还请 海悦护法严惩 你这龙门总督 当的可真是够威风的 许子凡啊许子凡 今日海悦护法和赵总督都在吵 我看你 还有什么能耐能逃走 这回四大家主都保不了你了 我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样 你这白眼狼 我看你拿什么校长 许子凡 我已经帮过你了 这一切都是你救龙自取 怪不得别人 赵玉龙 你可知罪 属下知罪 来人 把此死拿下 来人 此死拿下 赵玉龙 你可知罪 胆子挺大 身为龙门总督 却蠢奋如注 寻思王法黑白不分 要你有何用 护法我我还有护法 有罪的是他呀 你以为你不说话 我就不会找你算账了吗 是你 属下参见主人 怎么又是你 怎么还没眼够啊 整得倒是挺专业啊 你知道你说话了吗 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这位姑娘 我劝你别导入 不是什么钱都可以赚的 知道吗 郭噪 舅舅 他打我 他在挑衅您的威严 快把他抓起来 赵玉龙 听见了吗 你外甥想让你来抓我 他在挑衅您的威严 快把他抓起来 给我跪下 让我给一个细子跪下 是啊 宗都大人 您是不是搞错了呀 住口 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不是 舅舅 您这是怎么了 您不是替我来撑腰来了吗 闭嘴 海岳护法 属下之罪 属下之罪 海岳护法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既然之罪 那就带着你的人滚回海城 听候发落 属下领命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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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今夜天地迎春 万象更新 我们大家在此欢聚一堂 此次的除夕宴呢 是由我们四大家族 还有众多豪门世家而设立 想必大家也不仅仅是为了 欢聚一堂吧 更想是为了能目睹我们 护国神殿帝君的尊荣 那我就不多说废话了 下面有请我们的护国神殿帝君 姐 妈 帝君终于要现身了 哇 好激动啊 哈哈 这个翻牙了站起来做什么 这个废物 不会还要在这个场合再撞一次帝君吧 他这是在找死 幸亏我们林家早就把他赶出门了 不然啊 我们今天就会被他连累了 怕什么 等会儿看周少怎么收 徐子凡 今晚是除夕宴 帝君马上就会来 你不要命了 你是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 你别再做梦了 林小姐 请你回到座位上 徐子凡 我已经尽力 若是要一意孤行 没人救得了你 林小姐 请立刻回到座位上 京都国家 京都张家 京都宋家 京都众家 恭请齐先生入至尊位 护国神殿左护法海悦 恭请帝君入至尊位 恭请帝君入至尊位 这 这怎么可能 你真的是护国神殿帝君 是我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我早就告诉过你 你听了吗 他周成说的话 都满是破绽 你还是宁愿相信 他都不愿相信我 你我之间 缘分一进 各走各的路 子凡 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这样的 林若雪 我和林家之间 再无瓜葛 我劝你好自为之 刘梅 你们是不是现在还觉得 你林家没了我 会更灰火 这不可能 这下我们林家彻底完蛋 我都不知道这些天做了些什么 周成 你是不是觉得我还是假的 还有 你不是自称见过我吗 犯了犯了 我死犯我死的羞辱了 想我中间撤离完了 唐小姐 可与我一起 接受着至尊之位 我愿意 我当然愿意 关于我的一切 我以后会慢慢讲给你听 那子凡哥哥 你以后能不能陪我打游戏 你呀 诸位 让我们共同祝贺 帝君 新春愉快 祝帝君 新春愉快 祝帝君 新春快乐 子凡哥哥 你陪我去看烟花 子凡哥哥 你看 烟花真美 王妖 以后的每一年 我都会陪你看烟花 子凡哥哥 遇到你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子凡哥哥 我明天想回苗江 为什么 我想回去找一找 关于父亲失踪的原因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 子凡哥哥 你还有大事要忙 我一个人回去就好 好吧 那到时候记得给我打电话 大小姐 你回来了 我儿叔呢 老爷在书房 行 我去书房找儿叔 你下去吧 好的 帝君 有唐小姐父亲的消息了 在哪 就在唐家族宅 我要有危险 二叔什么时候 在这个房间有过密室 十八年了 我的好哥哥 你还不肯把锻造之术 交给我 唐四龙 想让我交出 唐刀锻造术 休想 无论是天赋 父亲 是你吗 还是锻造术 我都比你强 我不明白 那个老不死的当年 为什么要把这个 族长之位传给你 你还有脸提父亲 父亲当年 有一将族长之位传于你 但你当年 郎子夜心 心术无证 勾结奸人 请怕百年基业 护育一旦 不将族长之位传于我 他就是偏心 所以才把族长之位传给你 那你就勾结奸人 害死父亲将我囚禁 是人做的事情吗 我劝你最好早点交出来秘书 不然 你的宝贝女儿 我们可就绑不了了 如果你敢动我女儿 我下辈子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的 三天 我就给你三天 三天之后 如果你还叫不出密集 我保证让你的宝贝女儿 躺在你面前 华妖 爸 爸是我 爸 别来这 这危险 快走啊 爸我带你走 管家 爸姚不是说今天要回来吗 王大小姐一直在厨房等你 什么 爸 你再监视一下 我这就带你出去 爸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快走 不用管我 爸你再坚持一下 我们马上就能出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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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 爸不行了 爸你再坚持一下 我马上就能带你出去了 王阳记住 唐家刀法 唐在清云寺 千万不能落入你二叔手中 快走 爸我不走 想走 今天谁也走不了 王阳你走 我拖住他 你要想动我爸 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王阳 不要 大哥 你识相呀 现在告诉我秘密所在 不然 别怪我不念兄弟之情 现在就疯了你的闺女 我说 放了王阳 爸你不能说 大哥 早点说嘛 把他们两个带回去 住手 放了他们 否则死了 子凡哥哥 小子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执迷的意 爸 爸 爸你没事吧 子凡哥哥 救我爸要紧 你爸没事 他只是昏了 许子凡 想在我面前救人 我怕你来错地方 这是牛江 是龙 你得给我盘着 是虎 你得给我握着 在这儿 我就是天 你若是天 我就握着天 嘿嘿嘿 兴凡 你还真是狂的没边啊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大实力 从我的天 你有这个实力吗 我要是行 韩指尖 便可灰飞烟灭 行 今天 我就让你们所有人 都有来无回 好啊 我要看看 你让我怎么有来无回 上 小子 我留你全身 你这嚣张劲儿还早了点 别动啊 你再往前一步 第一个死的 你要是敢动一下 我让你生不如死 小子 我说了 我说了 枪 都在我手里 是你敢动一下 死的就是他 听懂 你是在威胁我吗 威胁你 怎样 在刘江 我说 我就是天 只不过是一个娄儿而已 好 你小子 真是大言不惭 我查过你 你不就是那个什么林家的赘婿吗 哦 不 是气婿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 跟我这要武能威的 你怕是还不知道吧 子凡哥哥可是护国神殿帝君 你今日若是敢动我 乳之一脉必将不复存在 什么 什么 护国神殿帝君 这是我今天听他最好笑的笑话 大侄女 你是觉得你耳术傻吗 你不是傻子 是个将死之人 好好 你的确够嚣张 也够狂妄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这个护国神殿帝君 下跪是什么样子 我会想 你敢动一个试试 哎呦 说了 在牛京 我就是天 给我跪下 子凡哥哥你不能跪 你可是护国神殿帝君 找死 都管要者 死 你你你不能动 我女婿可是护国神殿 毒 毒味 对 毒味 你要动我 我女婿一定不会 塞马克凯 我要是想杀你 谁能拦得住我 好大的口气 你去 快 你快 快救我 爸 你没事吧 没 就是你伤我岳父 区区一个都尉 保得了他们 你就是徐子凡吗 听我岳父提起过你 你就是南陵一个小家族的气蓄 晚瑶真是瞎了眼 让你来救他 小子 我可是西域都尉 今天就自认倒霉吧 西域都尉 有何不同 西域 王山满地 天寒地冻 千里大漠 那是大厦最长最强 最艰苦 最锋利的防御 这你就不知道了 没有一点诚实 我只知道 身着战衣 宁系苍生 我只知道西域虽恶 但四域将士们 都会守过大象 好 说得好 我王丰喜欢 今日你要是跪着 从我胯下爬过去 我便可以饶你一条狗命 的确是西域都尉 就凭你 也想让我跪下 好 那我不要看看 你今天有多大能耐 从这里活着离开 那我王丰 就卸甲摘灰 抛帽弃君自裁 好 海岳 给我查一个名叫 王丰的都尉 开除君籍 装得还挺像 海岳护法的名号 也是你能称呼的 你认识他 别说是海岳护法 就连帝君我也见过 那你可知 海岳见了我都要归吗 你是我见过最能装逼 最嚣张的一个人 今日我便教训教训你 你恐怕 没这个能力吧 你这种人 还不配让我出手 你 你看看这是什么 龙文令 龙文令 龙文令只有 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当上这个西域都尉 你难道不知道吗 龙文令在帝国的分量是什么 住嘴 我虽然不知道你从哪里搞来的假的令牌 但我实话告诉你 神殿不可辱 帝君更不可辱 没错 冒犯帝君者 死 大活力 神殿起 龙文令只有帝君一人可成 难道你不知道 废话 正是因为我知道 所以才容不得你乱来 这龙文令 怎么可能在你一个废物手上 这一定是伪造的 没错 一定是假的 是真是假 等会儿你就知道 不过以你的身色和地方 你应该没见过龙文令吧 龙文令 我的确没见过 那你为什么说我的是假的 护国神殿都位众多 但见过龙文令的屈指可数 但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凡夫俗子手里 实话告诉我 海岳护法今日就在苗江 你真是撞到了枪可上了 大可把海岳护法叫过来 我都要看看 你该怎么办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非闯入 既然如此 我就送一程 好 你要打就打 哪来那么多废话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 如果你王峰这通电话要是打通 你背后的王家堂家 就此覆灭 让我王家覆灭 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王家在苗江一手遮天 号称第一大家族 势力根深蒂固 无人可汗 我唐家在苗江 可是堪称第二 无人敢惹二 我们两大家族联合 在这苗江一手遮天 无人敢覆灭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是护国神殿 弊君了吗 我徐子凡 立足这天地 何须管他认识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你个蝼蚁多不如的玩意儿 我念你是西域都尉 我给过你很多结果 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作死 你这样的作法 是会给王家带来灭底之灾的 大胆 你敢诅咒我王家 够了 退下 你可真是不知死活啊 竟敢在我王峰面前 说我王家有灭底之灾 你 以及你身后之人 将满门覆灭 方儿 休得更替多言 赶紧通知海岳大人 快 别再磨磨叽叽了 听你这作死老丈人的话 快打电话吧 既然自己想死 给我上 先打断他两条腿 让他长长气息 有几分蛮力 那我就要看看 在我手下你能撑几招 你没事吧 就这 太术 这 这不可能 我没事 我们走 唐风没死 东西没拿到 我不能走 我不是他的对手 怕等不到海岳大人来 我们就要命赏于此 你先撤 走什么走 我让你们走了吗 小子 我女婿怎么说 也是虚意都尉 你敢杀他 护国神殿 不会饶了你的 想走 可以 跪下 自猜 在苗江 我唐家和王家 也是一呼百应 让我跪 你休想 小子 我承认你有几分本事 刚才那一招 撇一木儿见全景 你很厉害 远比我想象的厉害 你是在恭维我吗 我劝你借好就收 别不识退句 现在这个世界 靠的就是钱和权 不错 就算你能打 又能怎么样 唯有钱能富家一方 唯有权 能明镇四海 全境八方 你怎么就知道 我既没权 也没钱呢 像在这苗江 我还不知道 有谁 能比我唐家有钱 比王家更有权呢 我就这么说吧 你只不过是在 护佑一方的百姓 换句话说 你就是一条蛆 德不配位 无德无能 你怎么就知道 我这双双手 不能全清天下 你全清天下 就不会站在这儿 给我吹嘘了 有什么本事 拿出你的实力来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成全他 马月 三分钟之内 赶到唐家 海月大人 您来了 冒充帝君大人的 就是他 收到岳父的消息 有人冒充帝君大人 我前来 发现此人口出狂言 竟敢肆无忌惮地 冒充帝君大人 还大摇大摆地 拿出一个假的蒙文令 被我当场抓获 海月大人 我可以作证 此人目无王法 无法无天 不但在这儿 冒充帝君大人 还视我等于无误 理应处死 一镜效尤 竟敢冒犯帝君大人 我看你们是 吃了熊心包反 帝君大人 完了 完了 我唐家完了 完了 我王家完了 爸 爸 爸 你怎么样了 爸 王妖 王妖 子凡哥哥 我还晕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不是说过吗 护你一生周全的 你父亲只是晕过去了 晓月 去把他父亲 先送回去休息 是 笑容永远无助 冒犯帝君大人 请帝君大人恕罪啊 王妖 你的意思 王妖 王妖 怎么说我也是你二叔 你跟帝君求救星 饶了我吧 你求见我父亲 你杀爷爷的时候 你可曾想过我们是一家人 子凡哥哥 我不想再看到他 好 把这几个冒犯帝君大人的人 拖回审殿 把骨抽筋 宝石三天 一惊逍遥 子凡哥哥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 救了我爸 不客气 我爸 你 我爸 你 你 我爸 你 我爸 我爸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